現在連法國也要加入 也要進抖音了 問題是法國總統馬克宏 要去中國了 這一下子進抖音 不是尷尬了嗎 尷尬了就在於 馬克宏已經宣布 下個月初他要去訪問北京 他在訪問北京的這個moment底下 法國的政府宣布說 他們要進所謂的 公務部門的手機 包括馬克宏跟國會議員 手上那一支手機的抖音 也要進掉 其實不是 法國已經算是比較晚了 其實各國包括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歐盟 荷蘭 其實都已經宣布說 他們在公務部門 全部都要進抖音了 現在法國只是比較新加入 好 抖音這件事情 其實最近在美國燒得很兇 就3月22號的時候 抖音新加坡總公司的 那個執行長周壽茲 他就親自到了眾議院 去接受五個小時的 那個參眾議員的拷問 其實他一期的時候 那個執行長周壽茲 他去後面 包括他們美國公司的高層 還有包括抖音平台的這些網紅 全部都幾百都卡在那裡 就大家一起去接受拷問 那考問裡面當然就是 當然周壽茲做好準備 平常講他做了很多準備 但是美國議員也是咄咄逼人 美國議員講了一句話 他說這個抖音就很像是 你看美國現在不是很在意 間諜氣球嗎 之前是氣球飛到美國去 他說不用 現在直接就是手機裡面 抖音就是手機裡面的 每個人手機裡面都有間諜氣球 還有另外一個議員講得更白 他說難道要等習近平攻台以後 我們才要進抖音嗎 所以講到這麼白 那為什麼抖音問題這麼多 其實這跟他的母公司有關 大家都知道抖音的背後的母公司 是北京的字節跳動 那抖音一直宣稱說 我們跟字節跳動其實沒關係 其實大家知道 那其實他們是母公司跟子公司 抖音其實在 他們曾經宣布 在去年10月宣布 他說他們永遠不會 針對任何美國人的那個 不管是官員或是一般人 去收集個資 可是尷尬的是 在兩個月後 抖音就承認說 他們曾經去 他們的中國跟美國的員工 曾經不當的去收集用戶的個資 那抖音當然有講 他說那是員工個人的行為 他已經被人開除了 可是你看 種種這些問題 就可以知道說 抖音現在問題很大 可是問題是抖音 就真的摸很多 我們就看鞋子平 那個最近抖音 因為我們之前 給觀眾朋友看到抖音的影片 那今天再來給各位看一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最近中國 中國現在櫻花開了 那抖音的用戶就要去拍 你知道中國的用戶 在江蘇這些大媽怎麼拍嗎 因為他要拍那個櫻花落 落音繽紛 看水水對不對 就跳舞 他們開始搖樹 他們就搖那個櫻花樹 他把櫻花毛起來搖 為什麼 沒有功德心 他要搖出那個 落音繽紛的感覺 然後那個大媽就在裡面 然後在那邊拍抖音的時候 在那邊跳 在那邊旋轉 結果他以為這樣子是 感覺很浪漫 我跟你講 中國網友看到 就因為他們側拍看到 罵到臭 我說不只是沒有功德心 他說 你這個沒有美 只有醜陋 乾脆把樹拔掉算了 搖成這樣 我跟你講 這個還算是客氣的 在之前尼泊爾 我們來看 我們把鏡頭帶到尼泊爾 尼泊爾有個男子 24歲的年輕男子 他去參訪一個尼泊爾 非常有名的瀑布 瀑布上面有個吊橋 那他就有一個吊橋 他看到他有一個山 他就是下去這樣玩 那為什麼 因為他想要拍抖音 他想要製造那個流量 所以這個年輕人 就是掛在上面 他就從那個吊橋 掛在上面 然後在那邊就是要大家拍他 拍完了對不對 他朋友幫他拍 現在就拍 拍完了以後 該回來了吧 孩子 他回不來啦 掉下去啦 他沒有讓我們手沒力 結果他從那個吊橋 整整20公尺就是摔 然後倒楣的是下面還沒有水 他直接摔到河床上 就這樣子就再見 人就過世 然後這個影片是旁邊的那個 側拍的 對旁邊的旅客遠遠的看到他們 然後就這樣一路就是拍他 那個男生從吊橋 然後掛到那個線 掛到那個繩子上 然後最後雙手無力回不去 然後就掉下來 你看 抖音就是 教壞的小孩大歲 所以我們說這個是什麼 不是說 不是說怎麼整天找抖音麻煩 是因為你看抖音的 因為為了那些青少年 為了衝流量 他們就會想盡辦法 去做一些比較誇張的事情 結果搞到最後 連這條命都沒有 所以你說抖音開不開近 自己看畫面就可以知道 中國現在瘋出來一個信 我說去泰國被人家切腰子 切腎 總理出來講 假的 不要亂講 不是 這件事有趣的事情 因為泰國很重要的外匯收入 就是光光 所以他其實基本上 也不能亂搞 比如說我們一個網紅或小明星 在那邊被警察收惠的時候 他們馬上出來懲處 因為他們不能讓自己 社會喜相不好 就很有趣 泰國現在有個現象就是 現在傳出來 這個是泰國一個男模店 為朋友去 真的都帥哥 裡面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真的帥 就是那種混血的帥 然後這是這個男模餐廳 然後很多人喜歡去 你看還可以在餐廳裡面 撞汗 抱著你對不對 因為央戲水 很讚 然後也很多網美什麼都喜歡 去那邊拍照 打卡什麼之類 最近傳出來說 有很多中國的網紅 中國網紅去了這個男模店之後 失蹤 失蹤之後被賣腰子割掉 什麼賣腎 然後總理泰國總理 馬上出來辟謠說沒有 沒有 而且這些中國網美 後來有趕快上傳說沒有 我沒有消失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現在觀察到一個現象是 很多在泰國的華人 因為太討厭中國旅客了 開始把這種訊息瘋傳 說泰國真的很危險 你不要來 真的很恐怖 來會出事 出事 腰子會不見 還有這種事情就是 為什麼你看到這邊你看到 國門剛開沒幾年 這是泰國華人 國門剛開沒幾年 就有極個別 他還擔心被除針 就強調叫極個別 國內沒數值的旅客 再度光臨泰國了 就我親眼所見 就在機場公共場所查對的 有用聲音 英語 跟和善的泰國服務員 大吵大鬧的隨地土台 這我真的受不了 什麼年代來隨地土台 但是這些沒數值的人 一定要相信那些謠言 千萬別來泰國 有沒有 他說希望這些沒數值的人 要相信這些謠言 千萬別來泰國 最好哪個國家都別去 不要給中國很多人 哪個國家都別去 對 這很有趣 就是說一般來說 自己的國家被抹黑 大部分都是搶著澄清 很少有看過泰國這個樣子 都是澄清 都是賣來賣來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太可怕了 中國大媽在泰國觀光局在撞 洗腳 他用洗手台洗腳 當地媒體一拍受不了 你怎麼搞什麼東西 我們當他洗手的 這個 適碼是沒有吃過蝦子是不是 你看他拿了多少隻蝦子 泰國也很流行吃到飽 泰國吃到飽我正在研究 很多海鮮 這個海鮮怎麼有這樣吃法的 就是吃到飽其實是一個 文明國家的展現 你敢做吃到飽 表示你國家文明有到一定程度 中國的大媽這樣弄這個蝦子 而且壞很多 用盤子產蝦 對 你是沒吃過蝦子是不是 有這麼蝦的大媽嗎 不是 你內陸來的嗎 內陸裡有蝦 我意思就是說他這個弄完後 好 你如果真的愛吃就OK 可是問題是被爆吃不完亂的 所以這泰國人是真的很不喜歡 為什麼這麼擔心中國人呢 原因是這樣 中國護照持有率其實不高12% 所以在中國能夠出國玩的 還是少數人 是 就是說跟他的人口比例來說 對 他人口基數太大了 我12%就1.7人 而且1.7人也不是我跟你講 我在講一次叫做極個別 可是問題是好像10%沒水準 你也1700萬人沒水準 大家怎麼受得了 所以現在大家都以中國來玩 坦白講陸克以前有錢 會覺得說你OK 可是現在他們經濟也不好 出手也沒那麼大方了 現在有一個開放過後的好消息 就是我們之前台灣有講過柬埔寨 對不對 柬埔寨就是說 常常很多人被詐騙到去柬埔寨 搞詐騙 如果沒有到一定額度就要賣勝什麼的 為什麼會騙到台灣 原因是因為中國被封鎖 你其實要講中國一定比較好騙 對不對 因為中國城鄉落差很大 而且中國人口基數也大 我突然是100個有一個人上當 我中國就像這個一樣 就1億多人上當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好處 中國國門開之後 詐騙 最近沒有聽說台灣人去柬埔寨 對不對 都中國人去柬埔寨對不對 中國市民高職生 悟性出國打工致富 偷渡緬甸後失聯 就是當時我們那些東西 現在全部都在中國重演 所以也是要在這邊提醒中國 雖然我常常叫你小粉紅 也是提醒一下 如果你有翻牆告訴你的朋友 那種要去緬甸 柬埔寨這種自負的 同樣都是假的 柬埔寨西港區四天內 連續三個中國人親身 這些東西我們台灣經歷過 希望中國不要重蹈覆轍